黃仁勳來臺旋風停留一週 預計週六離開 他今天在內湖辦公室附近 吃午餐 又嫌起轟動 依舊是大方來者不拒 甚至霸氣請媒體吃午餐 也透露他已經跟台積電 張忠謀夫妻會面吃過飯了 而被問到美國對中國出口晶片的 管制新禁令 他坦言確實會影響 回答在中國市場與產業 不過也會遵循美國政府的相關規定 看到媒體用台語表達自己餓了 頓時拉近不少距離 十九號黃仁勳進出 回答內湖辦公室 依舊引起不少騷動 可以看到我背後 就是回答創辦人黃仁勳 可以看到民眾正先恐後的排隊 要跟他是搶著合影簽名 黃仁勳走到哪裡 美光燈就在那 午餐選擇吃春水糖 大蛋牛肉麵 甚至還霸氣請客媒體 你先吃大方家 不愧是一兆男作風海派 更大方停下收訪 對美國宣布計劃禁止 回答AI晶片 收出到中國 直求回應 我們會做到我們最好 去支援世界市場 當然 廣播 大型市場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中國的客戶 必須繼續享受 所以我們會做到我們最好 去支援世界市場 之後我們跟美國的規定 今年第二度訪台 雖然只有短短一週 但他證實已經和台積電創辦人 張舟謀夫妻共進晚餐 還稱讚張淑芬的手藝 也向台積電要求擴產支援 目前供應仍相當吃緊 另外 鴻海 廣達 華碩 技嘉合作夥伴也都見到面了 這回來台灣前 因為以巴紛爭 臨時取消以色列行程 但心系當地夥伴 有3300人的工作人員 我們有很多工作人員 在軍事服務 黃南勳來台再新話題 但面對美國禁令 回答的挑戰正要開始 據楊宗彥 黃明勝 台北報導 黃南勳